你都塞著鎮麥仔歌 是 搞得了多麟森 好了 剛剛有網友傳出 《Drama Cantonese》 有試時來看直播偷你的影片 又在削 對他 mr.那天不緊要 我知道有Drama Cantonese在聽著 沒所謂 Drama Cantonese是誰 我不用那次 我試一次自己就傷心了 是不是Pussy Sugar又不是 不是Pussy Sugar 是不是何之光 不用理我 但那些廢人你怎知道是誰 是老鼠仔 只知道他不當他是東西 你表戴他一次 他現在都在看 天天看 不斷 你不要搞我 我跟他對不住了 我現在拔出來 不拎你 拔出來 拔出來 總之大家 我最喜歡激怒這些人 超級留言給我們 給一些文藝給詹迪克尼斯看看 你會偷片 你計劃 天天看 我們做幾個小時 我又做幾個小時 這裡又做幾個小時 他也算辛苦了 給一些超級留言看看 你越偷片 我們就越多支持 就越賺錢 吹呀 我的錢真是叫雞玩女 因為大家給我 快點 課金給我們叫雞玩女 說你用這樣來呼籲課金 課金從來都需要 這個不用說 我只是呼籲我拿些錢叫雞玩女 看看大家 給大家看看 講到玩女 我真的想問問你 現在我們不會想 因為年紀已經很大了 小時候在性幻想 未成熟的人 但剛才去方剛的時候會想 如果現在 你首先想想 你有沒有心儀的女 很想診她 不是一陣身邊的 例如AV偶像也可以 一定有的 是 很想診她 OK 很想診 小時候嗎 不是小時候 現在 現在沒什麼了 現在真的沒什麼了 小時候很多 我看見一條女 我也喜歡 在電視上 譬如現在這樣 當是 你現在還要做什麼電視偶像 你以前 那些太老了 你以前小時候 李麗珍 李麗珍 我當作李麗珍 現在哪些人 何以廷那些可以 何以廷是誰 港姐 不重要 就當是何以廷 是 譬如現在何以廷給你 你當然是 你不用說話 是啊 但是如果現在 何以廷 死了 記住 他不是 他不是說 被車撞死 當然是很噁心 也不是說大病 兒童癌症基金 手忍得12磅 是突然間 睡著睡覺 撤死 死人也會撤死 很難說的 他永遠是 好想命的 譬如在三點鐘 去睡覺 三點鐘的時候 你發覺他死亂了 是 姚子玲 譬如這樣 身體還很亂 他還很亂 你不知道 但是他死亂了 你會不會 反而無法律責任 你會不會照診 當然不會 我就會傷心哭 為甚麼不會 其實沒有甚麼分別 當然有分別 我診過人 人是大家交流的 OK 也要尊重他 OK 多謝大家 Drama 感謝 還有大家記住 不要看Drama Cantonese的 給你頻道 他也有人看 多幾十人看 是嗎 我剛才看見有幾千人 以前有幾千人 現在多了幾十 慘了 在津巴布韋 有一件這樣的事 其實你說 搞到奸屍真的不行 糟糕 斷蟹 真的 這個津巴布韋 有一個人 叫做西皮尼亞諾 Sipiriano 在今年 1月2日 凌晨1點 去一個女生 這個津巴布韋的男生 這個Sipiriano 49歲 就去一個20歲的女生 叫我馬金道 是姓馬的 馬金道的葬禮 抱怨 他說 叫你老母 為何我還沒跟你做事 還沒肯幫你 你就死了 那些人才覺得 你老母很慘啊 然後當場 就想性侵一條女師 當然啦 出席葬禮的人 那個人就賀智去了 說你先瘋了 好了 根據報導 這個呢 給他們那條 區的那條村的人 叫做大舊 又叫做大舊 不知道是不是陳偉業 那個Sipiriano Sipiriano 就被控在葬禮上 就侵犯死者 這條絲 死者的老母 和另外兩名送殯的人 就說 當時這個西皮尼亞洛 就向 馬金道 那條絲說 你知道我很愛你 但我都沒跟你做 你就走 我想跟你 你做好久了 不過現在也不算遲 好 在你埋葬之前 埋葬之前 我就撿你一劑 我準備好了 這樣 他自言自語 親人應該幹什麼 說這些話 但是沒有反應呢 他竟然走上那個棺材 琴上馬金道的絲 就脫了他的裙子 就想脫褲子 就想屌他 旁邊的人當場尖叫 死者的老母 就衝上去阻礙 西皮尼亞洛 但是 雖然阻礙自己的女兒 那條絲 但是 都無法阻止他 他把本來蓋住 津巴尼堡委員是沒有裙子的 蓋住身上的白布 可能是裸體走 裸體來裸體走 他就撞掉了 親友就立即捉住這條大塊 然後報警 好了 糟糕了沒有 奇怪鬼異的就是 津巴布的黑警 不知道是不是黑警 都是黑人 在西皮尼亞洛的袋裏面 發現三件事 就是有一隻死老鼠 一塊紅布 還有 一種植物的根布 當地人認為這三件事似乎跟一些原學 沒有原學的 是武術有關 那津巴布委 因為 中巴布委線上就說 西皮尼亞洛現在已經保釋了 說了保釋 我都選不了 但是禁止 和證人接觸 你是不是死了 可能是說他老母的 案件在2月8日再開庭 他還向媒體表示 他跟我的人招職 就算死了 他死了 我要實願我的願望 我沒有做錯 這樣的樣子 這些兩樣子 其實簡單來說是相似的 另外一件更相似的 印度 我記得 喬寶會一次跟我吃飯 他說 你不要聽別人的說 哪有這麼多強姦 一單半單 你花得這麼大 我那時候聽起來都以為是 印度那些真是好想變態 但是真是好想多 真是好想多 好了 好了 其實那個總性問題一解決不了 就真的很大 但是很麻煩 你想想我們上次說過 是連受害人 受害人 這條村當然是不拒絕 但是加害人 就是強姦別人 嫁親貧戚友 包括女性都認為強姦他就強姦他 這是這麼想賤 就是這麼樣的 我們有警察被警察奸回來 印度現在一單這樣的事 真的嚇人聽聞 令人真是阿華切齒 含家產 十三歲的印度女童 首先要這麼說 如果印度這些 我想說一個種子 印度這個族裔 十三歲真的很漂亮 他未必發育成熟 但是如果是漂亮的話 是吧 好了 其實呢 十幾歲的少女有些都真是厚的名字 但是我們絕對 但是絕對我們不能因為她是厚的名字 就 就像我們上個星期說的那個警察 又或者我說的那宗白沙村 專門找那些十一二歲 那是小學生來私人的事 不是啊 當時我小時候 我經常坐在我的朋友 有個朋友在街市斬豬肉 我一放學我就去那裡坐 那時候我已經十五六歲了 那時候有個六七歲的女孩子 那些街坊很漂亮 從小到大都漂亮 他們說大哥一定參加香港小姐 那麼漂亮 去到大了都是漂亮的 但是大了 那種漂亮就沒那麼誇張 小時候就真的很漂亮 反而大了都是漂亮的 因為你不會肉酸的 你小時候是漂亮的 大了最多不漂亮的 你不會肉酸的 但是就真的沒有那種氣質 很奇怪 這時候十三歲 她在一個星期之內 被人綁走三次 總共呢 是被九個男人強姦 以及輪姦 現在警方拘捕了七個人 就說 馬上就找到兩名再逃的逃犯 事發在哪裡呢 在印度中央 幫烏馬利亞縣 姚馬利亞 十三歲的女事主表示 在1月4日 1月4日 她被一名認識的 男人呢 男人呢 在那個街市裏面 就引她走 你十三歲 又認識她 可能她找些東西 我和你吃東西 就帶她去一個 僻靜的地方 原來 那個男人 已經聯同另外六個男人 在那裡等著她 總共七個 這七個人 不分週的日子 不斷輪姦去 你來完就我來 你來完就我來 足足 輪了兩天 然後 臨放去之前就跟她說 叫你老母 你不要跟我說 你